詹姆斯如今已是胡人隊一員,現在看來,依然顯得這麼不可思議,他的到來使得胡人成為今年夏天最大贏家,此後他們所做的所有事,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。 並且,胡人在得到詹姆斯後的一系列操作,吸引了聯盟的目光,相對於傳統的通過尋找射手來維耀詹姆斯艦隊的方式,胡人選擇了一波過去到處漂泊的一批人,包括隆多、斯蒂芬森和比斯利。 除了這些新人外,胡人還在6月22日尋中的德國中風瓦格納,18歲的小前鋒伊萨克邦加以及由烏克蘭克比,之稱的米哈伊劉克。 而瓦格納和米哈伊劉克今年的夏季聯賽同樣表現出色,伊萨克邦加也展現出了自己的潛力。 他們這三名球員幫助胡人再次殺入NBA夏季聯賽的決賽,儘管最後輸給了開拓者但是球尼認為這些球員都贏得了未來。 然而,儘管胡人在演員方面令人費解,但是他們在中風位置的補償更令人震驚。 考慮到胡人的歷史,歷年來只有統治力的大個子,滿讓他們的名單熠熠升輝。 喬治·麥肯,威爾特·張伯倫,賈巴爾以及奧尼爾,每一位身穿胡人隊服的大個子,都統治了他們的時代。 即使是作為可比二把手的保羅加索爾,也一定程度上,能夠被稱作最優秀的大個子之一。 上個賽季的內線組合大陸佩茲和蘭德爾先後先任其他球隊,就讓胡人的內線實力削弱了不少。 球隊只剩下麥基,祖巴茲和蘭,格納三名大個子。 麥基是一個不錯的輪轉球員,但也就只能承擔剔毒的重任,加上必須對他的上場時間進行限制。 麥基無法作為此進軍的先發中風,而祖巴茲這些年進步緩慢,有時候接球不穩,的毛病,讓他看起來就是一個新秀,而蘭格納徹頭徹尾就是一個新兵笨子。 他能夠獲得上場時間依然不錯。 NBA記者Brian Windhorst表示,魔術師約翰遇邀請自由球員門羅,在近期來胡人視訊。 假如他的表現出色,胡人會考慮是否給予他一份合同。 此外,莫隆,火箭等球隊,也對於這名大個子表現足夠的興趣。 27歲的門羅擁有不錯的身高,他是那種聯盟中算於側翼的大個子的代表類型。 鹹熟的控球和精妙的助攻側翼是門羅比賽的一大特色。 即便他的防守非常糟糕,但是用地心拿下這名大個子對於胡人來說,還是一筆不錯的買賣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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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